YOW! WHAT'S UP DESKDOG? 我是鹹蛋 Clot團隊和Nike的合作關係無間 早前推出的Air Jordan 13代兵馬俑 連rapper Eminem都著用 建議零售價是200美元 最近市場價格又升了一點 500至600美元左右就有交易 相對後少少推出的Infrobread版本 當時市場價格是200美元 曾經高開600美元的市場價格 最近回落到250至350美元就有這個交易 還然對波瓦的朋友不妨考慮一下入手 經過這麼多年Nike和Clot團隊的一些合作 早前在2012年的時候 概念來自50年後在博物館會出現的 他們選擇這對Nike的Tennis Classic 作為設計藍本 推出過銀色的Museum Edition 而這對鏡皮別柱版的市場價格 大約在2500港幣左右 有興趣學習如何舊化這對波瓦的朋友 可以上到Youtube重溫 另一邊箱最近在微博發聲明的 綠宿漁民樂主理的Manus 早前也從New Balance crossover了兩款990 V2 包括了灰色和墨綠色 同樣地都是以螢光顏色作點絕 簡直就是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you mad 這兩款波瓦 根據官方綠宿IG story引用 內地球鞋交易網站的市場價格方面 曾經是高開五千至六千元人民幣 有size高達八千元人民幣這麼多 建議零售價二千六百九十九元港幣 在外國的波瓦交易網站 好像就沒什麼交頭糧 似乎Manus在中國就比較受歡迎一點 有內地的粉絲表示 如果需要耗光最後積蓄 都要得到什麼波瓦 而香港亦都有網友發言 不適合聽的話 你想不想聽 除非你克服到這件事 否則你不能跟我的FC鬥 Mighty Jacks 和以巴黎作為基地 日頭編劇 晚上畫公仔的Juice Gatchay 藝術家 早前就以木偶奇遇記的Pinocchio 作為設計藍本 之前的原色版本大惡好評之後 就是這個粉粉色的Love Edition 建議零售價一百五十元美金 現在市場價格賠為二百五十至三百元美金 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上到DeskDoc的潮換部找一下吧 現在立即上DeskDoc Asia 找合你想買的波鞋和size 原來出個深水價 系統就會幫你自動配對 DeskDoc的專人就會幫你進行詳細的鑑定 掛了這個標籤 讓你不用再擔心買到假鞋